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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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粒子又来了 今天呢我要做什么 我要公开一下我的化妆台 那现在是换季的季节了 其实换季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这些护肤品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来公开一下 来看看我 到底在用什么样的产品 3 2 1 是我家的最真实的化妆台了 估计很多 可能还有一点小乱的感觉 这个可以说是化妆品宝箱 还有很多耳环的一些小盒子 这就是我的秘密宝箱 来看一下整个好吗 登登登 这是我近期在使用的护肤品 还有化妆品非常多 因为换季这个基础的护肤品 是非常重要的 我会来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用什么样的护肤品 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在韩国叫瓦音金酱 看这里他们是有靠 然后有SK2的产品 我一样样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我最近经常在用的 瓦音金酱 那这个是一个韩国朋友 给我推荐的 他先说这款产品在韩国 是很多40多岁的女性会使用的 但它的营养非常充足嘛 因为我就需要那种继保湿 然后又营养 就能够提供高效保湿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样起来 我就会用这个爽口来喷一喷 就说一天到晚都来喷喷喷 这个很舒服 因为他们有那个是 瑞士的青苹果御伤提取物 这个的话是有助于去改善我们 就闻的 还有一个可以说是 真的韩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问宏 就是积雪草 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积雪草这个真的很不错 可以说这个是一个 维定的成分啦 另外的话他们家就有这个 维他命精华 维他命精华 它这个高含维他命C 玻尿酸复合物 给我们的这个肌肤提供营养 我们的肌肤也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是需要去吸收很多营养的 比如说维他命C 各种维他命 那么来给我们的皮肤 赶快提供这些营养吧 接下来呢 有些时候我就会涂着水多 我真的很喜欢 真的很滋润的感觉 这个是晚宴庆江他们家的 玻尿酸安瓶 我超级喜欢 你看它这个呢 就比较粘稠一些 爽肤水 有维他命精华 就是比较轻薄的那种感觉 就略有一些浓度 这个真的是给肌肤 可以提供很多营养的感觉 用药酸的话 就是一个高保湿的功能 这个我跟你们说 我已经用了两瓶了 快看 这个是我用光的 因为这个效果很不错 最近呢 早上起来 我有些时候吃午饭 我就会跟家人视频 他们就说 你自己怎么睡一下起来 感觉你皮肤好好的样子 对呀 因为我最近有很不错的产品 在使用 同一系列的基础的 红瓶的话 有四种 从水到乳 刚刚就是那个精华 再到这个多态面霜 我这眼光啊 这个也是真的是超级营养 我已经基本上 把它当做是晚安霜在使用 或是有些时候 我要去拍摄一整天 皮肤保湿的这个状态 需要持久的时候 我也还是会使用这个 他们也是 刚刚跟大家分享 有这些草 香原蛋白啦 青苹果 提去物啊等等 怎么样 我现在都有 发光发亮 各位亲们 真的很不错 我是见人鬼尿 上妆的时候 等它稍微吸收了一点之后 再进行化妆 或者下一步 当然除开这个之外 这个SK2的这个霜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有些时候 我也是用它 听到了吗 这是飞机的声音 今天我要争取 飞回国 嗯 防晒的话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 包含在基础护肤里面了 这个我有两款 用的特别特别喜欢 就像我这种钢琴皮 比较喜欢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 滋润的那种质地的 那种防晒霜 第一款那就是 SK2 水水的质地 所以很多时候 在家 或者是说 简单出门 喜欢涂这种比较 保湿的 另外一个的话是 加速剩性 很水水的一个防晒霜 这个好像最近很火 上次呢 我去泰国的时候 和我的那个朋友硬要买这个 他们还送了我一个 嘿嘿 但确实真的是 好适合我们那种钢琴皮 当然我个人就是觉得 如果是平常 化妆的话 我有些时候 如果要化那种 上节目的妆 需要比较服贴的妆 就不会用那个面霜了 我就只用水乳或精华 就够了 还有很多 再给大家一一分享 你看还有我用的这个 是粉底液啦 两种 不是很不错的粉底液 我都在使用的啦 那有些时候 我在家用那种美容仪器 Gale皮肤的护理的时候 用的这些 背后就是个人的一个感觉 和个人的建议 因为我是干饼皮 所以我这副品非常重视 会去挑选 很多希望是给我的皮肤 提供营养 高保湿的这些的产品 也会下血本 去买一些贵的产品 然后有人推荐 不错的时候都会试 这样一个面霜 我用一个一两个月 我就可以用光的那种 服的很多 所以说 我在不断的的 接触我尝试之后 发现其实有些时候 好像又不存在说 贵和便宜的问题 而是 真的是你找到适合自己的 有些时候 可能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它也不一定很差 还有可能很适合你自己的肌肤 有些人可能它是偏贵一些 但是有可能不一定很适合 但是有些人当然也适合的 反正我身边就有那种朋友 用一些贵的产品 他就不适合他的肌肤 所以我感觉 每个人的 肤质不一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 不断的尝试 找寻适合你的那种产品 当然我们找到了之后 就是可以使用 让自己的皮肤越来越好 还想要我给大家分享的 记得留言 关注 点赞 bye